11月25日中,黄毅老公黄毅清连发数条微博,言辞之间,一次在炮轰身为演员的老婆黄毅,称,有些人是个很好的演员,每次都在公于心计之后,又装作一个弱者博同情,不仅值其在家里骂女儿,还称其是人前装腼腆,人后便粗俗之人,甚至虚报年龄。 他甚至称,当底线被屡次踩过,即使同归于尽,也毫无彷徨,疑似要与黄毅彻底分手。 晚上8点左右,黄毅老公黄毅清再次连发微博,表示,幸亏手机可以随时记录下,人不会重复犯傻,不是某些人可以完全不脸红翻脸不认账的习惯,没人会出此下策。 并且,还上传一条视频,疑似指责老婆,你疯了吗?随后,黄毅老公删除了该条视频。 记者联谊到黄毅工作室的宣传邱女士,对方称,还不知道黄毅老公爆料的事情,但他很肯定地说,黄毅非常爱自己的宝宝,现在工作也不多,几乎所有时间都铺在宝宝身上。 黄毅的经纪人刘松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对黄毅老公的爆料没有给出正面回应。 刘松称,不是吧,这是黄毅佳人的事情,我不知道,所以不回应了。 刘松称 Pablo 长江大学, 闻人会想要随时增加字幕。 你干什么你 你疯了你 我被评论我告诉你 你拿个小儿子来 打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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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吧 没有 安纪哥 你嫂子 打你 我说两句 来来来来 打我 打我 快点 大家看一下吧 快点 哎呦 不要 她说不要了 谁 谁要不要了 我错不起了 事情 我出气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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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 当我出气啊 想到小孩 哎 这不要了 哎 谁堵住 是你的强女儿 是你的强女儿啊 哎 可以啊 没问题 大家就都看着 你是有病 是不是 你是有病 是不是 那你 行 咱们要他妈说你的人 我他妈就 我不要跟你说 我没对着你说 我以后女儿 你看我怎么叫你 你是不是有病 是不是 你在小孩面前干什么啊 你 那什么 你在小孩面前干什么啊 你在小孩面前干什么啊 都别再说吧 你在小孩面前干什么啊 那你干什么 是你在小孩干什么 我说你不要在小孩走 我说你不要在小孩走 你要不要在小孩走 可以吗 我凭什么 你是个屁啊 我是个屁啊 没有 我把你跟小孩 小屁啊 你懒呀 是你都在什么 我 mapping人家是不是 persistent 是你都在小孩 是你都在小孩 им扶牌 是你的孩子 你嫖什么 甚至你 раст在小孩 你 Matter of 0 我把你都在小孩 我��면 我把你都在小孩 你都在小孩 你都在小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